当然拜寿有分多少种 带着寿里来 能上寿堂 本家老爷能下台阶迎你 互相的坐个一 这一上去跟那一坐 跟寿家老 对着喝杯茶 这能撑得起 这叫什么 这叫贺寿 身份在这 别人再刺一点 反正也能进来 寿堂着 扑上红毯子 这磕撒头 这叫败寿 败寿 还有那个 费老大进 能够堵着也进不来 弄着礼 往里边扔 求人家要了吧 要了吧 活寿 上的台来抱拳拱手 这是百年 你可记住了 左手要压在右手上 老话说的好吗 君子君则贵其左 平时日常用这手 打仗 这也有规矩 打仗用右手 右手有力气 拿刀拿枪 左手压右手 这意思代表的是和平 是 和平 这是尊重对方 哦 比如说看电影 电视剧镜弄反了 右手再上 那就 右手再上是出殡的时候 不对 死者为大 啊 余老师 你 哎 哪 还是我呀 这么好的人怎么死完了 哎 对 早就该死 右手再上 哦 高兴也是一天 别扭也是一天 跟谁过不去 都是跟自己过不去 这话 何苦来哉 对 广杀万间 莫眠七尺 嗯 所以你趁多少房子 晚上躺着就那衣服 可不是 啊 你趁多少衣服 啊 你有衣服千百件 不可能每日天天穿 对 就这一身 你趁多少钱 也是一日三餐 可不 所以说包括留钱都没用 各位 留钱没用 就像刚才咱开玩笑 买不多少钱 当然那是闹着玩 啊 就你真有这么一无钱 嗯 你可记住了 钱你要是不花 它可不是你的 是 我今天出去消费了 花了一万四 这一万四是你的了 我花了 你把它花 这一万四是你的 对 说我今儿这个 又存了五万 你这又存一八万 浩天光机 拿兵力撞出来 还是我呀 城黄 城池的城 黄上的黄 加一耳朵 什么意思呢 城 大伙不写城 是吧 我就不说英文了 因为我不会 城是指的城墙 城池 池指的是城墙边上挖的那个沟 沟里带水 就为池 沟里没有水 就为黄 这是城黄的意思 非标 这暗器 标是一种暗器 三寸长 这么大 三棱子尖 泡沫寄着红绿筹子 这红绿筹子是固定的 也是为了把我方向找我平衡用 三种石码 标哥的手心底正南 这是这叫杨手标 三个半的这叫阴手标 这么大 反正大 这么回手标 看了三家箭都知道 是 有一个圣鸣圣子川 有 三十金标 鸭鲁鲁林 甩头义子 镇乾坤 地口金道 安天下 南西北六 敌人 杨子江心 道夫八尾 康熙 也语 亲 其四个大负 狭义可亲 有能 圣鸣圣子 对 昨天 三十金标 三十金 我觉得说三十金有军功 包括念书人都有带着箭 对 三十金 后边有一块 也甩着那顺 是 这叫箭顺 名词叫箭袍 分文武两种箭 可以 挂的顺是文件 念书人也能带 知道吗 装饰作用 武将那个不带顺 以此分文武 嗯 大辽 干嘛 大辽 天金的话 就是婚丧嫁娶 单有是迷人 什么都懂 什么都明白 什么理儿 都不会亏欠 啊 这种叫大辽 有的地方 这种人叫执宾 大执宾 他是负责 全权处理 整个这些事 回事白事 他负责 啊 天金的话叫大辽 大辽找来 三五节 对 三五节 嗯 吃粽子 隐雄黄 这是令 纪念 屈原 是 楚国大富 屈原 哎 身头蜜罗将死的 是 啊 我们应该永远怀念屈原 怎么呢 因为要没有他投江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这三天加七呢 哎 饭馆里面这座 是上手下手啊 就主位客位 那么什么叫主位 什么叫客位啊 主人和花钱请客的主应该坐的主位 都是啊 一进门 无论你的门冲哪不开 这个座 是冲着门 哎 这人往这一坐这脸看着门 这是主位 有人说了 冲北 不对 那饭馆的门不定冲哪个啊 下水手这个就是背对着门 这是客位 哎 过去人都这样 生一孩子 为了孩子这个健康吧 能够活得硬实一点 起个不太哑的名字 哇 就是这个 小个帮帅 铁蛋 狗子 反正听着不好听 起见名名 说是健名好养活 也不谁传说啊 说盐伟爷能有本账 啊 盐伟爷一瞧这名字 后来就叫聪明 啊 这赶紧弄好 最后要了 啊 很雅 这个名字啊 一瞧这个呢 这比如叫 鲜鱼 啊 鲜鱼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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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容易被盐伟爷交走 啊 一条铁鱼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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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皇上死了叫驾崩,诸侯死了,啊,这叫轰,咱们看红楼梦不也是吗,家母去世,丫鬟进来,老太太轰了,啊,你这得懂这个字啊,老太太轰了,去世了,你要不明白要亲命了,老太太轰了,坐炉子上了是怎么着,啊,士大夫死了呢,叫不禄,其实过去士和大夫分两种,啊, 啊,士死了,这叫足,大夫死了,叫不禄,大夫是朝礼的官,不禄,不再吃朝廷的俸禄,吃不了了,死了,啊,普通人没有了,才叫死,啊,还有一些跟我作对的人去世的,叫欧夜,啊, 过去有句话吗,奸进杀,赌进盗,你看这躲博呀,二排啊,输闲了,最后的结果是脱东西,这没辙了,他得耍去啊,或者该人账得给人钱呢,脱东西,赌进盗,奸进杀,奸情出人命 有人总结过啊,说恐惧到了极点就是愤怒,啊,走回到李小姐的时候,你人没弄眼,我弄死你,我怎么想什么样啊 老北平人没有说吃点心,啊,说吃点心,要说吃多,为什么,吃点心不集体,过去人犯的罪了,有沙头,有寡,沙头大部分都知道,啊,哎,流氓,一千儿压不来,啊,欠了,干嘛的欠了,这个沙,寡就麻烦了,啊,我怎么,这才是很详细的说过这个话,那时间有限,难不及说,简单接说, 又把那人呢,给骗多少刀,按罪来说,这个比如说,先一千四十刀,这个八百七十刀,这都有,啊,骗多少刀,但有的时候人家家里有钱,这谁这些刮了,多难说我一刀一刀碎刮,怎么办呢,就是刮之前,来一刀才把他杀了,杀完之后再刮,人不受罪,啊,这个花钱运动,贵子手也答应了,奸展的官也答应了,所以把人压上来之后,按心口扑前来一刀,这一刀, 叫点心,啊,所以过去,每个人没有说,来点心,大家,别人死了,啊,所以都说吃拨吧,别人不,叫拨不哭 人家,哈哈,除了钻子的,我们什么料都都用,为什么呢,您记住了,除非死人穿的衣服,能够成钻子的,说是以后这家,钻子就会,我说保定,不能用钻子的,怕除了这钻子的,其他什么好的,我们都用,哎,我说说你记,哎,你看,那师傅也好,你说什么样子,那个,海龙的帽子,海龙的帽子, 这东西叫猪婆龙,猪婆龙,在中国历史上叫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人们给的证明,叫鳄鱼, 你看,你查资料去吗,历史上这千十来年,中国人管鳄鱼,都叫猪婆龙,那猪婆龙呢,它是龙种,龙啊,据说是奇性自淫,啊,它不像别的动物,公鸡跟母鸡啊,公鸭子跟母鸭子,是吧,这龙它是,都行, 哇,你就人家这个焦朋友这镜头会儿带着,嗯,谁都行,啊,孩子也很多,他说那,跟什么配,生什么东西不一样,这个龙,跟蛇配完了之后,生的东西叫焦,焦龙的焦,您记住,俩鸡就叫龙,一个鸡就叫焦, 跟蛇配完了之后,跟蛇配完了,生的东西叫猪婆龙,跟驴配完了,生的叫特,有人听过评书,骑这驴太好了,千里独行特,龙种,啊,跟这个猪配完了,生的那种动物叫昌,也不是谁给猪子读,起这名啊,叫昌,啊, 啊,跟鸡配完下那蛋,这蛋一到地上往地里钻,一年往下走一尺,四十年出土,望起一来山崩地裂,带起四十丈的水来,啊,跟人配完了,生的叫突一步老李, 民间传说嘛,突一步老李,叫这个,女同志,跟龙交朋友,啊,生这么一玩儿,人家姓李,这孩子后来慢慢长大,啊,像个龙似的,他爸爸这水东西啊,一生气,拿刀,把尾巴给切了, 这龙嗷嗷嗷嗷嗓子跑了,每年回来,上家看看来,那尾巴,因为姓李,所以管叫突一步老李,啊,民间传说, 咱们就是说这猪婆龙,是这么种东西,什么东西啊,飞龙,不是咱们说的东北那飞龙那种鸟, 它也是龙种,龙跟蜈蚣配的,你是龙这东西搭,啊,去, 你去交朋友这个面多广泛,跟蜈蚣配的,生这东西叫飞龙 我到现在我都特别佩服人家这个,混游泳子,啊,因为我这个,我对游泳不行,啊,因为没游过这玩儿,脚冲满的,啊,小的时候一大帮孩子去游,也跟人去游, 老师给他那个泡沫板上,泡在那边铺头,啊,也没觉得多好玩儿,另外从小学说出呢,老师老说这么两句话, 马上摔死英雄汉,河里边淹死汇水的人,这话把我害了,马上摔死英雄汉,河里淹死汇水的人,淹死都会游泳的,啊,也对,啊, 他游泳啊,他得会他妈下嘴呢,是不是,所以宝费就出事,啊,你是不是真说过那骆驼有淹死的时候,沙漠里没有池子,啊, 在那儿,我没学过,到今天我也不过游泳,啊,因为后来他女人说,我说这不行,要是学游泳,找游泳教练,我说更不去, 我看过游泳教练教孩子,我狠着呢,啊,家长里面的孩子,暑假抱个班吧,学个游泳吧,老师乐得跟要咬人事,你放心,你甭管他, 这学着会,啊,哈,你走吧,家长一早是一会,他大了,啊,游泳是人的本能,掉到水里面就会,但是问题是,你谁忍心到我地下,是吧, 所以到现在我不会游泳,和我看他们游泳,挺陷的,啊,挺陷的, 自睡不睡就听得门摆上,有人轻轻的敲了两件,啪,啪,说句文言词,这叫叠纸弹窗, 俩纸都叠的一块,弹,敲门敲窗户,这个有规矩,啊,为什么呢,敲门敲不好容易打起来,按规矩来说,现在敲门也如此,先敲一下,轻轻敲一下,再慢慢的, 嗯,看看有人没有,有人不会敲,上来就,这是暴方,只有死人了,才这样敲门了, 咣咣咣咣咬门,这里开门,孤灯过去了,嘿嘿,您看看去吧,这是,敲门的鬼, 啊,脱的经费就是白布,上面呢,金颜色印着各种经文,啊,过去说清末的时候, 北京城比如说奇人呢,或者是有分分人去世了,哎,这这上表,跟朝廷说,皇上呢,哎,赏你脱的经费, 但是到民国后期无所谓,花钱就能打,啊, 啊,据说最厉害的文身是拿鸽子血,啊,鸽子,鸽子,鸽子都知道吧, 我知道啊,鸽子,啊,鸽子对吧,啊,鸽子,人说最厉害的,拿鸽子血, 有这讲究,还得是白羽毛,红眼珠子,富亚的鸽子,抽出血来, 祸上猪沙,嗯,拿这个在身上闻,你说闻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看不出来, 但是,但是一喝酒,一着急,一烫饱,这花出来了,啊, 招热,一招热,后来一着急,一瞪眼,还有拿这个,纹这个,两个眉, 两眉毛这儿纹出两条龙,平时没有,哦,别着急,一着急, 呃,这出来了,老练是老练的,一着急,他有眉毛呢, 那种纹身,据说,也分多少种,薄薄,您看,不是说这流氓啊, 地体出来纹这儿龙了,就如何如何,他又说到了,啊, 有个龙纹在腿上,这腿上,两条腿,盘着龙, 盘腿的龙,这说明这个人根基硬,你惹不了我,啊, 我有根儿,腿上闻着龙,但这个人冬天一闻都差了, 你舍不得穿裤衫上街,是吧,出去冻得跟孙子似的, 谁怕你这样,盘腿的龙,还有的呢,闻着粗水龙,身上水啊, 有种水,太阳花都有,水里边出一条龙,这叫出水的龙, 这个代表什么呢,刚出道,小孩,啊,我这,看来也让不了别的了, 干脆我,混飞道吧,出水的龙,不过这个龙闻完了也挺吃亏的, 一到八十了,你也算新人,你看那迷这个,时间不少, 是一卫龙,没办,还有人在心口那正脸的龙, 这龙是正脸,你看那龙袍了吗,皇上穿在龙袍上, 这龙头在这,正脸的龙,这个人横, 为什么闻这个龙,我是永远不低头,啊,这龙闻这, 还有过肩龙,肩膀,两条龙,这什么意思啊, 我是黑白道通吃,我这龙两根都有, 啊,闻什么都不一样,都有说到, 一会儿那又进了一个,这是,这更厉害的这个, 这修一个,修老虎吧,啊,下山虎, 下山虎,哦,下山虎是最厉害的,哦, 上山虎是吃饱了回去了,对,下山虎是出来买饭来的, 这真有讲究,知道吗,下周,摁着包子摁着炉煮, 人家不吃这玩意儿,很厉害啊,很厉害啊, 哎,下山虎,啊,这儿还一大巴了, 哦,冯子真,一看这就是,很厉害的社会人物, 哦,这都带起来啊,连这绣着花都拉了,哎呀, 都看过这影,骆驼翔,拉车, 这种车在北京叫洋车,应该是从日本引进的, 当年呢,叫东洋车,简称叫洋车,到天津叫焦皮车, 不是焦皮的骨骼吗,但天津人说的时候呢, 就俩的焦皮,啊,焦皮, 就喊过来了,啊,一喊焦皮都知道, 这儿没有说一喊焦皮,挖过来卖鞋的,没有, 这儿是这车,上海呢,黄包车,啊, 我没走,我刚到上海都纳闷了,啊, 叫黄包车不过来,你非得来,黄包车,我说你会儿来了, 我们走,来来来来来来, 好说好道,他不听你的, 僧袍外面照着这件发衣, 袈裟,红地儿,黄格, 陪着这个,这儿有钩一挂, 那,陪着袈裟,他这袈裟, 了不得,怎么呢, 云锦的, 南京出这个,云锦, 从六朝时候, 就跟宗教有不解之缘, 啊,做这个法衣啊, 做家裳,应用织物, 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 有一种蹄花的织机, 这俩技术工人配合着, 才能织, 一天最多把人累死了, 织五厘米, 你就织的这东西, 多珍贵, 时至今天, 这种工艺用机器无法替代, 这个澡堂的是不是学呗, 过去老北京讲的这个, 茶馆跟澡堂的之间, 就是一个皮泡水, 一个水泡皮, 怎么讲呢, 这茶喝的肚子里边, 这叫皮包水, 皮包水, 那是水包着皮, 老在池子里泡着嘛, 这是过去优先的生活, 最佳的选择方式, 怎么简称, 简称, 剃个头啊, 搓个澡啊, 修个脚啊, 是, 挂个沙呀, 拔个罐子, 吃点青萝卜, 喝点茉莉花茶, 嘿, 舒舒服服, 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没错, 这就是那个老澡堂子, 以前的, 而且来说, 这澡堂子是个文化, 如果你多有身份的人, 到那去就看不出来, 你什么身份的, 那多新鲜呢呢, 老爷子跟澡堂里待一天, 泡着, 就是啊, 烫, 最热的时子, 烫, 烫高兴, 烫红了甚至, 烫红, 上来搓, 搓完之后, 小叶茶, 洗上茶, 洗好了一喝, 冬天还切那个青萝卜, 喝那冬星, 哎, 青萝卜, 就是晒的一不辣, 当熟果吃, 对, 天津有个地面叫沙窝, 那儿的青萝卜最好, 甜的, 拿过来往地一扇趴叉, 他得碎得粉粉碎, 酥的, 那个萝卜比梨还偏, 卡卡卡一切啊, 我们说像有一老前辈, 咱就说是谁了, 买萝卜出身, 一个萝卜钻手里, 拿二刀, 碧脸,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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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切一百片, 喝那手艺, 手艺啊, 相声艺出家, 相声艺出家, 这个没买出名了, 这个出名了, 别说是谁, 有这么一位, 吃着萝卜, 喝着茶, 三五知己老爷子一块聊天, 他爸不醉, 罗汉爷点点头, 说这个人是天下第一大善人, 有人说不对, 他跟他妈一天到晚降嘴, 不孝顺, 就因为改了一个念头, 就算是第一大善人嘛, 您记住了, 这个人干了半辈子坏事, 到最后突然间明白了, 我要学好了, 那么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善人, 这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 临了了, 干一件坏事, 他是天下第一大恶人, 真女时节不如老计从良, 听这玩意长多的学问, 你想想吧, 这姑娘打四岁的手刮, 形容词吧, 一直很真结令女, 头里走后, 四个人跟着台上, 这真结牌坊, 就这么真结, 到三十七, 他守不住了, 整个胡托都是好朋友了, 他就不如, 你这在技术行业, 从事一辈子的女同志, 到最后突然间, 不干这行, 从良了, 到什么协会, 当个主席之类的, 是吧, 真女时节不如老计从良啊, 民间真有这么一番, 这猪的这水泡洗干净了, 灌上糯米, 红枣, 黑枣, 瘦肉, 黑胡椒, 上锅蒸, 蒸完给孩子吃, 吃完不尿床,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是咱们的传统文化, 对, 中国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 现如今人们应该, 对我们的传统艺术重视一下, 虽说五千年文明古国, 但是很悲哀, 怎么呢, 你好, 谢谢, 对不起, 再见, 得写成纸, 贴着墙上, 叫给大伙说, 这是悲哀的, 人们应该看一看传统文化, 对, 多听象征, 多听象征,